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听说我有遭遇症 过来跟我说 没事的 没事的 小佳 没事的 没事的 都会好的 都会好的 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与君共勉 放松下来 就当一个reporting 好呀 大家就当一个reporting 我是在晚平南路600号看的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如果说你们之后有机会去的话 跟你们说一下流程 就是先给你发几套卷子 给你做 我就在那做卷子嘛 你是否喜欢独处 你是否在意别人评价 你是否渴望别人关注 越做我越熟悉 我说医生 我好像不用做了 我这个病应该叫INFP 应该是叫 小蝴蝶症 小蝴蝶症 做完跟我说是双向情感障碍 这是我头一回听这词 双向情感障碍 我说我有病 怎么可能呢 走到厕所 开始拿手机在网上查 双向情感障碍 一查出来 有这个病呢 还有牛顿 贝多芬 梵高 好几任美国总统 因为有一鱼常人的想象力 创造力也被称为天才病 那我好像是有点啊 我说老感觉和他们不合群 是我什么人不对啊 我能想象力 立马起来了 你们能想象吗 那个画面 我和我这几个soulmate在一起 我在讲脱口秀 贝多芬在给我配乐 梵高在剪他耳朵 剪完掉到地上 牛顿说这就是万有引力 话音未落 一旁的特朗普说耳朵不要可以给我吗 耳朵 收 我是中度 就是那种可以住院但是不必要 我一开始没住 直到知道了一个冷知识 就是住院可以走医保 我知道的时候这冷知识知道了 我心都凉了 因为我已经在门诊自费了四个月了 你们知道那药有多贵吗 怎么说呢 它甚至有一些减肥的功效 因为我买了那个药我就吃不起饭了 我说我赶紧去住院吧 但宛平南路倒是没有床位了 我就去我老家省会找了一个 我以为这种地方就是拎包入住 你知道吗 没想到去了之后还有面试 那院长跟我说 你得先证明一下你是精神病哦 这咋证明啊 但我大老远来了 我也别直接回去啊 我一咬牙 我说我豁出去 我证明一下 我蹬一下站起来 我说我是一个甘蔗 这边院长也蒙了 小伙儿 我意思你把病历给我 现在不用了 你知道我去之前还是有点怕的 但我去之后发现这个地方 完全是被妖魔化了 里面的病人都贼可爱 就是每个人都是那种 活在自己小小精神世界里的那种 我刚去那天第一天晚上 晚上吃饭嘛 在那个食堂里 一个大哥站起来就指着我 他应该是个东北人啊 因为他讲的第一句话是 我讲两句啊 今天来了个新老弟 和咱一个病 来听我号令 给我一 给他一块鼓掌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和你们完全不一样 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他 就我站起来了 那一刻我们两个双向 双向奔赴了 医护人员也是 医生都是顺着你来 我记得有一个大哥 以前在外边是个领导 他特别靠你吃药 医生就会把药磨开了 倒到水里 转过身跟他说 来我敬你一杯 故事也是 所有东西都顺着你说 我跟他说 我是个脱口秀演员 他说行 你觉得是 你就是啊 我说我真是 怎么你不信我 怎么 我挺有名的 你不认识我吗 他说我认识你 你是那天那根干着吗 住了几天 出来了 发现确实不花钱 但也不赚钱 赶紧出来演出吧 出来搭车 上车之后 司机还跟我闲聊 怎么来这了 来看亲戚啊 我说不是 来看病 刚出院 然后这个大哥 就一路上 明明是在跟我说话 但是拼命地安慰自己 现在这种情况很多的 没关系 不用怕 我随便问啊 像你们都是 百分百全日才能出来是吧 我当时恶虚位一下上来了 我说不知道啊 我说趁他妈没注意 我就出来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太出态了 之后那个大哥一路上 就没有再看过路了 一直从那个洪水镜盯着我 你知道我一个刚出院的精神病人 和那个大哥劝了一路 我说大哥 你得向前看呐 向前看 说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 那段时间我一直状态不好 经常失眠 手抖 喘不上气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导致我的情绪 总是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给人当伴郎 我愁眉苦脸 清明节上坟 我笑出了声 你也不知道跟谁说 我说我跟我最亲近的人说 跟我妈说吧 我妈也不理解我 我跟她说了我的情况 我妈说你看看 你看看 让你不吃早饭吧 没这说 状态一直不好 真正让我好起来的人 是我的健身私教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解决心理问题的锚点 会在物理层面 别人看起来 我可能会有点问题 但在她眼里 我没有任何问题 我唯一的问题 就是空骨前移 其他任何问题 她都能给我找到解法 失眠 训练量不够 手抖 肩关节紧张 传不上气 从跑步机下来 任何问题 她都能找到解法 我跟她说 我不想练了 我心里装的事太多了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她说 那更得练呀 把胸肌练大了 事才装得进去 就是她让我好起来的 我甚至后来有一天 给她发微信 我说哥 跟你练完之后 每天我都累得 快要忘了 我自己有病了 她还给我讲笑话 她说 一个精神病小伙 忘了自己有病 那她不就是个精神小伙吗 真是毛点效应 我现在作息规律 好像这个病也规律了 三十天一个周期 我甚至发现 它也有一些好处 就比如我讲脱口秀 脱口秀的核心是什么 负面情绪 每到预期的时候 我都有源源不断的 负面情绪 可以收集起来 到早期 再把它全部 用我的创造力 写成段子 这是躁愈症吗 这不先天脱口秀身体吗 这不是 我现在都有点依赖她了 我现在写不出稿 我甚至会对着电脑 说出一句 我一个男人 一辈子也不可能 说出这个话 我说不应该啊 上个月不是今天来的吗 是吗 这个舞台就是 我找到最好的情绪出口 想通了 天才在左 风在右 甘蔗就得讲脱口秀 讲完了 谢谢 加油加油 能力能力 大家好 我是张俊 你们好吗 非常开心 又见到大家了 比赛非常的激烈 我不少朋友们都被淘汰了 我没有去安慰他们 因为之前我也被淘汰过 早早的 我不喜欢别人安慰我 因为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话 没关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最好的安排 你说这句话要不要选好时机 就越王勾剑 卧心长胆 成功复国 你可以恭喜他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别人现在填胆的时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这可是最好的胆 勾剑心心 这人也是勾剑 不要合理化不信 倒霉就是倒霉 我车钥匙丢了 别人跟我说挡灾了 我心想这挡的什么灾 第二天我车丢了 这个灾没挡住 我问他 你这怎么解释 他们说你福气在后头 多后头啊 别太后头了 我怕我无福销售 他们特别相信 现在的小灾 是为了以后攒一个大福 攒一个大福 什么大福 在养老院里面 陪志愿者 风签包 灾就是灾 没有意义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灾 能不能反过来 因为我是一个 及时行乐的人 我能不能 先想很多小福 然后你给我攒一个大灾 一次给我干挂了 那对我来说 才是最好的安排 这是最好的安排的 对我来说 接受倒霉 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会让我感觉很轻松 你知道吗 就这一年 我就一个人 一直在各地跑演出 我经常要坐飞机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不管在哪个国家落地 都会有那种人 就是虽然飞机已经降落了 但舱门还没有打开 他们却都已经在 过道排好队了 你们就有那种人吗 我不知道他们在急什么 他们是不是觉得 自己不站起来 机长不知道 这一站有人要吸啊 机长往后面看 发现怂怂坐 那我不停了 我起飞 别急 你知道吗 有些人飞机还没降落 他准备拿行李了 以后就别降落了 以后直接这么广播 前方道站上海 虹桥站 请有需要的旅客 提前在舱门 做好准备 我是不在乎你干嘛的 你别影响我就行了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我就坐在 靠过道里面 过道全部都站满了 那个大哥拿行李的时候 屁股地怼在我的脸旁边 就怼在这个地方 当时他说他过来 我过去 他回去 我回来 他过来 我过去 他回去 我回来 我当时的处境 可以说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总说热脸贴着冷屁股 你知道什么 比冷屁股更糟吗 热屁股 他可热 他炬热 他是一个刚刚坐了 三个小时飞机 舞出来的新鲜热屁股 他有多热 我有时候地铁上 坐到那种热热的座位 我都会感慨 坐五站就这么热了 那你多坐几站还得了 不得了 我那天回去 我朋友说 你怎么变年轻了 不瞒你说 我在飞机上坐了一热马集 你知道今年夏天 为什么这么热吗 因为这个热屁股 全球变暖 就是因为这个热屁股 当然我知道全球变暖 不是因为这个热屁股 是因为那个温室气体太多 导致这个温室效应加强 你知道 因为我们讲脱口秀 环保主义者 因为我们讲脱口秀 都要上价值 这篇肯定不是讲热屁股 就是这篇的价值 就上在这个地方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鼓掌 好奇怪 大家挺爱环境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视角 从恶劣的全球环境 换到机舱环境里面 我继续说 当时我都在靠过道的地方 过道全部都站满人了 里边靠窗那哥们 他也站起来 他说不好意思 接过一下 我说外面已经没有位置了 全是热屁股 对 但是接过一下 我没说明白 外面已经没有给你 落脚的空间了 全是hot ass 借过一下 随你便 好吧 你能出去出去 我不管你 他当然没有出去城 但他也没有回去坐 他就站在我腿中间 他就站在我腿中间 他就站在我 你们想象不出来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当时我就坐在这个地方 当时我就 坐在这个地方 一个成年男子 就这么站在我的凉腿中间 就这样 我就像张腿 这样看着他 我当时感觉 你有那么急吗 我可生气了 我心想 要不给你夹着吧 你别想下背心了 但我没有 我当时被冲散了 我整个人都被冲蒙了 我就问到 这是我的私人空间 你不能下去 我的私人空间 这是我的私人空间 就是我感觉我腿 我一点也不想 刚才有肢体接触 我感觉我腿分得越来越开 我感觉我分娩了 我分娩了 一个巨婴出来 那种为了它的效率 会牺牲我的舒适度的巨婴 就是那种坐地铁 先上后下的 坐电梯先进后出的 进来还问我 你出去吗 不然呢 不然呢 我从五楼下来 接你上去的是吧 突然呢 前面这哥们站着 然后右边一个热屁股 我脑袋往回靠 后面那哥们 扒在椅子上面 看我玩手机 他那个鼻息 在我脑面后面 我那一天才知道 比四面楚歌更吓人的是 三面大哥 楚歌 张歌和王哥 谢谢大家 我赞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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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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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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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我是Siven 我是个软件工程师朋友们 能来录制还是挺高兴的 真的挺开心的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就不光工作日忙 然后周末也得加班 但是我领导也从来不会明着 跟我说要我周末加班 他只会在周五的下午跟我说 说Siven呀 有个活 我周一要看 我现在已经开始摆烂了 就活他肯定是看不见了 他要是非想看点啥 我可以死给他看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态度 我现在为了协调平时的演出和工作 我会推掉一些工作 感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变成一道数学题 一周七天 我推三足四 就能闲到周五 我把这个称为上班的勾股定理 我给我的同事讲了这个段子 他跟我说 按你现在这个工作状态呀 Siven 你也别算什么三四五了 你算算N加一吧 我身边有很多人会劝我 说你平时工作 你得好好干 你现在好好干 等你老了以后 退休进养老院里就轻松了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啊朋友们 去养老院里 不一定比上班轻松 我会去养老院里做义工平时的时候 我们当时任务是和那些养老院里身体还不错 然后甚至也清醒老人聊天 当时向我养热心的卷者有很多 我们上午一批卷者 下午一批卷者 晚上一批卷者 但是我们只有一批神志清醒老人 你们见过三班导老太太吗 一天结束之后 奶奶身上已经开始有斑味儿了 之前我们跟奶奶说 我说奶奶明天有支援者来 奶奶都是说知道了 她后来已经开始回收到了 光聊天还不够 除了聊天还得做活动 当时给我安排的活动 上午我跟一个大爷一起缝钱包 整个活动 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谐音梗名字 叫今天在这儿喜相逢 老人对我们的幽默水平非常不满意 人家已经看破了生死 开始玩黑色幽默了 跟我说小伙 反正我们也没几天了 你们这个活动也比较今天喜相逢了 要不就叫林行秘密逢吧 而且还有一些现实的烦恼和困扰 我们两个人当时就一根针 你们知道两个并不心灵手巧的男性 干这种针线活是很不容易的 我不知道今天的各位有没有一种 上学的时候几个人围着一台游戏机 一人玩一条命的经历 我当时和那个大爷缝钱包的方式 跟这个差不多 我俩换人的原则 就是谁扎手谁下去 就这个活动之后 我也在反思我们当时的行为 我们去那折腾人家一顿 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没有带来任何帮助 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人家本来就在和时间赛跑了 我们一去给人家变成跨栏了 但是我们这个活动也不是一点没有帮上老人 甚至可以称之上是延年益寿 本来就时日不多的老人 在我们的陪伴之下度日如年 但是还是有一些心灵手巧的老人 隔壁有一个李奶奶 她就很心灵手巧 然后就在同一天之间被三批转者拉着 缝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钱包 奶奶也没有想到 八十多岁了 又找回了年轻时候在纺织厂里的感觉 就我们做这个活动的初心 是为了帮老人找回自己年轻时候的活力 奶奶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活干 我们当时每天就是流水的志愿者 流水献上奶奶 后来我们又说要上英语课 要搬英语脚 要给老人们起个英文名字 我说奶奶 你就是要蒸泥吧 我说奶奶 你就是要蒸泥吧 哇哦 这个事儿 我觉得等我之后 就是被志愿者拉着 每天改三个bug 生活就是这样 就是只要你一吸尚存 你就得严厉活 给海伦凯勒三天光明 他得改九个bug 他在席子的时候眼前见到光了 但是怎么感觉生活这么黑暗啊 而且那些老人在养老夜里也没有什么节假日 因为过节的时候我们就来了 端午节得包粽子 中秋节得做月饼 过年得煮饺子 他们在每个节都在劫难逃 大老师好懂啊 大老师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在劫难逃 在劫难逃 但是朋友们 不要低估奶奶的智慧 奶奶后来把这个事解决了 她解决这个事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 就是装病 根据护工的描述啊 奶奶后来听到她不爱听她话的时候 她就耳背 问她不愿意回忆的往事 她就健忘 拉着她做手工啊 帕金森就翻了 奶奶后来在那个养老夜里 整个人显得特别的有病张力 真好 我们志愿者还问呢 说奶奶 咱们今天缝个钱包啊 老太太手马上就开始抖了 我们志愿者都不会了 说奶奶 你不是耳背吗 奶奶说是 我刚才忘了 谢谢你们讲到这儿 拜拜 哇 哇 他跳得激高 他跳激高 他跳激高 有点 你还不消 不见啊 我就来点赞 然后我们几个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